暗春食堂主持陳榮泰 蔡浩良 蔡先生 又來合作這新一集 這集真的不賴 你知道說甚麼嗎? 我不知道知道說甚麼嗎? 啤酒 啤酒我會來吃嗎? 酒瓣 心動 今天有甚麼時候沒有我們來 你為了健康已經少喝了 不過說熟 你一定比我熟 但今天我們暗春食堂 吃東西都要喝東西 所以阿泰哥的朋友好介紹 居然北角有一個啤酒廠 啤酒廠是專門做手工啤酒 而且是跨國的 所以今天我們來這裡參觀純學野 學一些市場推廣設計之類 未訪問負責任之前也是參觀一下你 記住這裡我現在坐落在北角的鑼市英皇道 大家想說英皇道 地下 你想想地方是啤酒廠 我根本想像不到 所以我們應該看看這個環境 7000呎地方 工廠差不多 我們這100呎是過萬呎的 裝修前 這裡是小小的 但這裡不是辦公室 啤酒 因為啤酒是另外一件事 太多氣 太多氣的話 這些桶究竟是否會迫爆它 所以他們應該是金屬桶之類 這些我猜它是 不知道是否拿來裝飾 或是啤酒 我猜它會是儲存啤酒花 一定不是裝液體的東西 原本是裝液體的 現在就變成了不是 裝修還是啤酒 這些是酒桶 看這邊 這裡有簡介 我純粹讀的 讓大家喜歡 我們很多人喜歡喝啤酒 這裡就是手工啤 手工啤是甚麼 大家Google 周凡所說 都知道手工啤的特色 就是手工 手工最重要就是hand make hand make 即是說 它不是大型啤酒廠 是工廠式的 然後 這裡沒有運輸帶 他們基本上可能是 一定是有大蜜 小蜜 啤酒花 酵母 聽說有些廠做得不好 那些就混合粟米 但是手工啤 就標榜 除了粟米之外 所有東西都做得很精準 溫度 然後釀製的酒度 味道 甚至加不同的東西 譬如 加水果 咖啡 古靈精怪之類 你喝過手工啤 通常你怎樣選擇 其實我常常喝啤酒 第一件事我常常都說 就是 高麥味夠不夠 常常都是這樣說 一喝下去 有沒有麥味 好不可以 其實我是一個很膚淺 周鵬會 膚淺 其實 倒入口 周鵬 周鵬玩東西 你猜的條理 真是鐵打 甚麼都喝到 我們一會就試喝 喝了之後 我們都不是 直接吃 所以我們都要問專家去推介 這個其實正式是本地品牌 一定是 因為它叫行運狗 行運狗 一會兒 我們總監都會推介 究竟這間公司怎樣 營運出來 為何要選擇北角這個地方 為何這麼囂張 你知道 啤酒床 我覺得啤酒床和火藥庫差不多 基本上 這麼緊要 因為這裏都是有精密的儀器 而且它又要加壓 然後又要加CO2 然後又要蒸 然後又要發酵 始終它有氣壓 那麼大型 整個廳的 聽說一個啤酒桶可以出產 千多罐啤酒 萬多罐 一整萬罐 一整萬罐 一桶出成萬罐啤酒 待會我們問清楚 究竟是否 那個防火條例 或者之類 可以 工廠又沒有問題 但你在 在電車路那裏 開啤酒廠 都幾囂張 但是 正正就是 強調它不是酒吧 它不是一邊開酒吧 它不是一邊開酒吧 是一間啤酒廠 最緊要是 就變了在鬧市有個啤酒廠 聽說好像全香港只有三間類似 這個就是美式的 美式的投資 不過又找了我們香港人 或者移民的人回來這裏去營運 究竟它去了幾多個地方 有幾多個種類 一會兒我們會帶大家 逐樣去參觀 我們先看看 泰哥說這裏不是一個酒吧 但這裏都有個 突然間來了一個 巴桌 還有泰哥介紹一下 你看到 好像我曾經跟老闆溝通過 你不要當是酒吧 一來其實喝酒 你夠膽粗粗 其實是可以不用錢的 因為基本上是被人試酒的 基本上是被人試酒的 還有這些 這些類型也有型 我聽老闆說過 剛才一會兒有機會問 總監督 好像是有人特意去儲這些瓶 幾位漂亮 看到嗎 五二八 這些是在美國設計的 當然有一班很有錢 可能吃飽飯等屎屋 但有很晚光的人 就夠薑做手工啤 老闆聽不到的 因為手工啤 應該都是大商機的 因為你已經飲慣了太多 傳統的冠裝啤 例如家事伯下藍妹 或者筆歪之類 自己他們都要出手工啤 手工啤的意思就是 手工啤的意思就是 手工啤的啤 所以精準一點 就是說工序上複雜很多 而且不能混合 所以完全不能混合 我們稍後有機會去看看 啤瓶的機器在哪裏 你看這些瓶 如果讓我想像以前拍的科幻片 隱形人倒了藥水在哪裏 整個藥水瓶 那些大藥水瓶 但是我說 這是啤酒瓶 裝啤酒 而且很新鮮 我看對哪一瓶 在你面前進去之後 被你帶走 這個才是神奇的 他一支這些330 就 他這裏錶就說 賣28元 如果大家去 好像可能 我會加了10剩20% 因為太多人 和你將這裏 好像由100元變120 我想28到30多元 30多元 不要緊 你28元的手工啤 其實香港 絕無僅有 你買手工啤酒 你去賣酒的地方 你都會見到 他可能在賣70-80元 或者60元以上 那這裏可能是廠 他那裏說28元 那如果整個罐那些 即是立刻 即是他去找個罐的時候 買了這個罐 不是杯來的 你不要以為是喝杯 買了這個罐 裝滿了之後 裝滿了之後 立刻壓縮它 946 差不多一瓶 他這裏說是100-100元 我覺得是值得的 大罐不要緊 好喝才行 所以我等一下試試 不好意思 我買不到給你 因為他原來擺兩天 我們現在還沒這麼快上班 買不到給你 下次和你一起喝 就唯一一賣 這裏有個牌 泰哥有很多隻 這裏最殺食 即是最殺食的幾種啤酒的名字 我們一會兒都會試一下 第二隻叫 Circus Beach Wheat 那一隻 應該都賣光了 它普遍都是5-6.5% 這裏最強的款式都是6.5% 當然有些人喜歡喝得更厲害 有些人喜歡喝比利時啤酒的 那些就14 有些手工啤酒做到11 我叫他拿兩杯咖啡味的啤酒 你試過嗎 那一會兒去針兩杯給我們 即場試試給大家喝一下 因為這裏自己有朋友開的 我們都回來好像回家 我們看看這裏 是否有小杯 是否有小杯 有多型 那個感覺 圓圓全全 一定乾淨 但我強調這裏不是酒吧 那一塊是甚麼呢 那一塊是剛才那九四六的鐵罐 你裝滿了之後 就在那裏加壓 將頂壓了下去 那罐就寫 草十日 但專家就說 因為他沒有再打COTO下去 大概就保留兩天 你就好 啤酒喝 那九四六對於我來說 當然是大問題 那對於泰哥那些 一列碎料 基本上 不是酒精濃度的問題 像泰哥所說 有些人是追求麥味的 如果出來的那個 那就是甚麼 蔡先生你試試這個 你很少喝啤酒 好像喝到威士忌杯 但有一樣是真的 喝手工啤酒 就不是我們現在去酒吧 玩謊話式 四個六八個五那些 我們追求那種是這種味道 如果我一口喝完 其實我會這樣浪費 基本上浪費 就是這樣 不需要聽泰哥說話 說話多數是錯的 因為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傻了 問題是你一喝到第一口 咦 為甚麼咖啡味 這個人生之中 第一次喝咖啡味的啤酒 咖啡可以混合 很多人都選擇去混合 咖啡混合糖 所有的味道 但咖啡啤酒我第一次喝 但真的很特別 周鵬你真的要來試試 手工啤酒 拋書包 那個 調酒師 他喜歡加什麼 就加什麼 他加了之後 好賣就可以了 加了 總之 出來 有一種特色 他自己研究過 研發過 喜歡就加進去 這杯 我一會兒慢慢談 現在暫時看到 剩下六種 兩種 Laga 三種 還有一種 剛剛試的Coffice 都好 年輕人 都有心地來做 不如你介紹一下 L和Laga 其實有甚麼分別 我們平時喝的 三啤酒和啤酒有分別 不是 平時三啤酒的意思是 有時我們喝啤酒是一支 有時會在巴上 on tap 就是拉出來 拉出來的 我們平時叫三啤酒 就是draft beer 但Laga和L 最主要分別是 釀酒的時候 溫度會不同 Laga是比較低溫 L就比較高溫 所以其實平時大家 例如你喝加士伯 或者喝一些 我們叫commercial beer 多數都是一些 Pail Laga 喝下去要爽一點 沒有那麼濃味 但L 可能釀製的溫度較高 多數會比較濃味 或者酒精含量較高 你覺得女生會喜歡喝 你們六啤酒 哪一啤酒 女生嗎 會不會是咖啡那一啤酒呢 咖啡那一啤酒 我覺得 因為很搞笑 有時你覺得 女生喜歡喝淡一點 可能是Laga比較適合 但有時 其實這啤酒 是比較濃 但很多女生 或者很多女性的客人 來試完之後 他們就會覺得 這啤酒很香 就會選這啤酒 我覺得這就是啤酒有趣的地方 其實每個人都 的選擇都可能不同 你呢? 你自己喜歡喝哪一啤酒? 我喜歡喝IPA 都是這啤酒嗎? 因為它味道強 是吧 因為IPA 所以加了很多啤酒花 聞起來很香 喝起來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IPA 你自己是否有學做啤酒之旅 或者有興趣 我沒有 我純粹喜歡喝啤酒 是嗎? 是嗎? 你也是外國人 不是 她的樣子很像 在外國喝啤酒 他是香港人 也是香港人 我們要繼續進去看嗎? 是呀 未介紹 我叫Ian Ian 謝謝 謝謝Ian 我們繼續去啤酒的旅程 謝謝Ian 大家可以看到 下下都看到大綱 大綱 大綱 都是大綱 不如看看那些材料 你有沒有看到 現成手工啤酒 就好像手作仔 你看到 連材料給你看到 蔡神這些是甚麼 都是 叫做必要的東西 但又不是最貴的 例如是 小麥啊 大麥啊 大家煲糧茶 一些菊芽 都是麥 美國公司 但她不用美國麥 剛才偷聽 德國和澳洲的小麥 我想是 主要考慮麥味的問題 但這裏表現不到出來 就是 關於她那個 叫做 貴一點的材料 就是那個啤酒花 或者她那個酵素 那些就要鎖住 因為不可以氧化 因為她是一些 很敏感的氧化劑 因為她要發酵 所以她 如果一拿出來 已經失去了功效 所以跟臭丸 一定要包住 這些就放在這裏 當然她有很多工序 可能要洗 浸 磨 之類 才入桶 最大的 就交給阿泰哥 去講 我看到你的機械人 鐵甲萬俠 看到 這個 大江 熱水 不是故事大江 是熱水的大江 冷水的大江 最遠的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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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中間溝的 是嗎 溝液的 是嗎 溝液的 溝液的 是的 要將它降溫的時候 冷水 你問 這個當然是工序 有些朋友 周鵬自己 試過都在家裡 讓啤酒 不過啤酒 只有他自己夠膽喝 他用交通 做人家是最先進的 最先進的 最先進 所以需要加熱 加熱 急凍就急凍 有些事情要認真做 處理了第一個工序 之後 這部分搞定之後 就通過喉 就要去第二個桶 這裡就 未是發酵的部分 這裡就 先處理了些材料 然後去哪裏 阿泰哥 阿泰哥去介紹一下 這部機 這部 你現在看到 我們在蘭桂坊 經常看到 有人抬著 送水輝哥 這些就是 啤酒 放在那裏 然後插一條喉 當時有去 自然有回來 就利用這部機 去清洗 裡面的東西 絕對乾淨 一定要做到 這個就是清洗機器 這些不裝啤酒 就裝汽水 這些當然是去清洗 一定是啤酒 而看到那邊 遠望 我們完全都說 我們現在不是看半斤八兩 許冠傑 蒙 維他奶瓶 這裏 基本上 就是手作仔 你看到 基本上 每一個都是 獨立 用最簡單去做 所以說 手工啤酒 就是手工啤酒 基本去做 看到 有大桶細桶 那些 基本上 就是你的尺寸 很重 原來真是幾重 基本上 我們又一路深入福地 就看 這塊是甚麼 必須的 因為你靠香港電力公司 就聽倒閉就可以了 因為要覺得停電 你便全部發油 應該如無以外 這個是自己的發電機 應該 這又要拿牌申請 因為 這隻 不知道是否入柴油 類似是 工業冷水機 大型生產 原來是製冷的 原來這塊 這就是冷卓器 等於一個大型的冷卓器 我們分開那塊 因為它需要這樣做 這就是核心的核心 就是製造啤酒的情況 整個所有的製墨碼 沉澱 所有的東西 將它製成一個啤酒 未發酵之前的步驟 就是在這裏做的 你看到 整個過程裏面 看到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 那麼多的步驟 去做一瓶手工啤酒 所以周鵬你用個桶做 我沒理由去收皮 一定做不到 我現在手上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 這個桶跟其他 剛才熱水冷水的不同 你見到頂上有個蓋 主要跟沙灘的阿伯一樣 要看東西 看東西就是 究竟它發酵成怎樣 其實它發酵過程 通常參觀過的威士忌廠 或者紅酒廠之類 它其實揭開的概念 一點都不吸引 它就一坨東西 然後很多渣 比如有葡萄 酒又有葡萄渣 之類的 但它發酵過程 它又要搞 又要看一下它 什麼情況 所以它又要找個位去觀察 應該沒有猜錯 正式大家自己去參觀 這裡 混了一些東西之後 然後它革了 它革了之後 那些汁液就去這裡 再做最後那個發酵 所以你看到它頂上有個蓋 又要揭開它 看看 可以搞一下它 之類 因為它要落酵母 要成 那些 所以它跟那些蒸 或者隔水那個 又不同 變了它來到這裡之後 跟泰哥一樣 煮東西 你煮了某個位置之後 就要移去鍋裡 然後就開始炆 然後加其他原材料 變成了發酵之後的汁液 然後就去最值錢那裡 就是 沒有那些桶 這個厲害 你看到幾個 即是那個壯觀 先是要看這個壯觀的東西 告訴你 這裡就是我們想說 裡面有萬多罐啤酒 一桶 等待發酵機 即是最後的過程 這裏要放多少油 他剛才有說過 就說14天 但我聽到 就好像說 隨著14天 至六個星期都有 主要就是啤酒 裡面 亦都要等酵母 看看是否最健康 酵母去做 有些遲有些快 所以 Ian不是說 例如 Laga 是低溫 L 是高溫 變了不同的攀調過程 出來 那個啤酒也不同 那當然 譬如 究竟他 下咖啡 他是用 那個方便 通常都是 他們要不斷試試 試出來之後 最好的效果 酒味之類 等等 加了之後 這樣之類 剛才我忘記問他 為何他加了咖啡都不酸 這次咖啡應該 凍咖啡 大家都知道 不下糖都會酸的 特別是炸的咖啡 或者蒸得不好 究竟他 這獨特的那裏 究竟他如何混合咖啡 我有時間再問他 對 基本上 在我來說 我覺得 這個時候很心急 真的要找回 Daymond 這個負責人 問多一些細節的問題 因為我們都是門外看 對 不懂 基本上 不如我們去找Daymond 問清楚 到底 為何做這間啤酒廠 還有理念 所有的東西 當然 我們還要多喝兩杯 難得這麼高興 這叫什麼 公器私用 應該是我近五年 喝得最多啤酒的人 不過很好喝手工啤酒